是非功过,无人言,自有后人常平坛 江湖二女江湖去,哪管天上与人间 这段定场是好啊,契合今天的主题 在头开始咱们今天聊天之前呢 我先抛给您个问题 这个问题啊,不需要您回答 哎,您想想也就完了 您说,我们是应该歌颂着乾隆皇帝的十全武功 清平准杆尔之战 我们才有了呀,现在新疆什么如此富饶的一片美丽土地 我们还是啊,这个谴责乾隆皇帝屠杀了准杆尔韩国的这个牧民 让这个准杆尔韩国从此在地球上消失 让他亡国灭了种 提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就有人爱抬杠 说新疆这块土地,那自古以来啊,就是我们的领土 哎,我得问您了,这自古以来是多增呢 我还是那句话,还是那个观点 并且也是事实,这块地你要想说是你的 你必须在这儿驻军 自古以来,这片领土就属于你的这句话呀 只能安慰那些自大狂和嘴炮的人 不如说呀,自古以来,你对这个地区具有控制权 这才是性质的根本 谁也不能否认,这大清国在得到那片土地以前 新疆的北疆,那是叫做准嘎尔韩国 南疆叫回部,这回部啊 实际上是被准嘎尔韩国控制的 今天啊,咱们就捋捋 这准嘎尔韩国的人呢 他到底都哪去了 前文书咱们就说了 因为这准嘎尔人呢,他反复无常 哎,归顺了之后啊,叛乱 叛乱了之后再归降 这乾隆皇帝这会儿就一门心思的认为 这些俄罗特人呢,不但反复无常 而且诡计多尊 他们曾经不止一次的利用投降 来吸引八旗军过来受降 然后就设计屠杀 乾隆对此事非常愤怒 在这个西域建文录上啊 就明确的记载 上阵路,命三将军各领兵数万 分道并进 诸其男父子女 于百万人 其零星逃窜于山谷中者 约马哈沁 官兵四处搜索 杀之禁绝所存者 借公顺之于尔 于是准嘎尔之地进入版图 其实这句话当中啊 他也并没说着 乾隆皇帝就下令把所有准嘎尔人都杀光 这里边说呢 杀了这个妇女男子等等等等啊 有百余万 实际上到底有没有百万呢 这有待考证 应该是没有这么多的 在这一句话里啊 还藏着两个很重要的信息 第一个呢 就是马哈沁 这马哈沁呢 也叫马哈沁 无非呢 就是各种文献上啊 所记载的名字不同而已 这些人是什么人呢 实际上啊 这些人就是准嘎尔人 就是那些富于顽抗的准嘎尔人 他们呀 跑到山林里了 呃 自此以后呢 也就不再游牧了 因为啊 出来游牧风险很大 一旦被巴西军逮到以后啊 那就是一个字 宰 那他们靠什么活着呢 哎 他们就靠抢劫活着 时不时的从山林里出来啊 或者是抢劫行商 或者是掠夺牧民 在这个新疆当地的这个传说当中啊 对这种人的描述是很可怕的 说这种人呢 不但抢劣啊 而且吃人 这季晓兰呢 曾经被流放过新疆 他为什么被流放呢 就是啊 这利用植物之变 循私王法 替这个自己的亲家讲人情来着 所以说这乾隆皇帝一生气 就把自己身边这个宠臣呢 给流放了 他的书里啊 就曾经提到过这种马哈勤 并且啊 也提到过这种马哈勤是真吃人 你要是有兴趣啊 可以去翻翻季晓兰那本书 就是那本著名的粤威草堂笔记 这句话呀 透露出另外的一点啊 就是这句话 也比较有意思 他说所幸者呀 皆公顺之于耳 那就证明了这准个二韩国最后啊 确实是还有活着的 也无非就是公公敬敬的 做了大清国的顺民而已 关于这一点呀 咱们在今天故事的结尾 我再给您详细的说 今天咱们要讲的故事啊 是不会出现在青石稿啊 青石鹿里的 只能从这个 野石笔记当中找线索 实际上呢 我们能读出这乾隆皇帝的意思 他是让乾仙这帮将军呢 放心放手的去干 千古骂名 由朕来当 当然了 这乾隆皇帝也不认为 自己开疆拓土的这些行为 会留下千古的骂名 要不见呢 他也不会啊 把这个清征准改而 裂进这自己的十大武功 让这些事件啊 流传于世 那么既然啊 这个皇帝是这个意思 那前线的将帅们呢 只能是一计而行 一令而行 《笑亭杂录》当中这样记载 乾隆二十三年春 赵文香由伯罗布尔 苏富公由塞里木 如弥厂中分 两亿合围 相约汇于伊犁 凡山宗水牙可余显滋生之地 西搜涕无疑 石厄鲁特 摄我兵威 虽一步有数百十户 莫敢抗者 呼起壮丁出 以此斩鹿 既无异生 便手就死 妇如西区入内地省军 多死于途中 于是 厄鲁特之种类 禁矣 怎么着您听着可怕吗 可怕 哎 种类禁矣吗 实际上啊 招连这话呀 可没说完呢 在笑亭杂录里 这后边他还有话呢 很多人呢 他别有用心 他们就要说呀 这乾隆皇帝滥杀 所以说他们引用的话呀 就到这儿 那后边是什么呢 咱们慢慢聊 爱心觉罗 招连呢 在后边紧接着就说 此故 厄鲁特一大姐 焚病死者十之三 逃入厄罗斯 哈斯克者 十之三 为我兵 杀至十之五 数千里内 随无一人 这招连说呀 这数千里内 无一人呢 是在战乱的时候 哎 那原因呢 就是因为呀 有一半的厄鲁特人呢 哎 这个被我军所杀 另外一半啊 都跑到俄罗斯 哈斯克避难了 在这个笑亭杂录的后边啊 还有一句话 也是十分关键的 不过咱们一会儿再讲 咱们先说说呀 招连所说的这些数字 他准不准确 另外一本书里呀 也记载了这些 厄鲁特的去向 什么书呢 就是圣武纪 这上面说呀 继数十万户中 先斗死者 十之有四 继篡荣罗斯 哈斯克者 十之二 足坚大兵者 十之三 除富如冲赏外 至今为来 受降 屯支厄鲁特 若干户 编至左领昂及 此外数千里 近五瓦剌 一战杖 这圣武纪当中啊 称这些厄鲁特呀 为瓦剌啊 他们也确实是明朝的时候 那个瓦剌的后裔 这上面说的呀 这个准着 二韩国当年可能有十余万户 您记住了 不是十余万人 是十余万户 上面说呀 死于天花的呀 就得占了四成 窜逃到俄罗斯 哈斯克的 有两成 死于大兵屠杀的 有三成 其他的妇孺 也就是啊 妇女儿童都被赏到了 这个外蒙的卡尔卡蒙古 所以说呀 这两本书的 最后这两句话呀 都说明 这厄鲁特人并没全死 有很多 哗众取宠的人呢 都只摘录了 笑亭杂录的前半句 后来呢 关于这些人员的去向啊 他们就不提了 有的时候啊 我看这些人写的文章啊 他们都不是哗众取宠 他们简直就是 别有用心 有人说 你这指桑骂怀的 你这是说谁呢 你敢点名点姓的说吗 我当然敢了 苏联人编写的 准嘎尔韩国史 他就是这么一部会史 这部书上说呀 人畜全部被赶尽杀绝 连俘虏都没放过 只有啊 能够逃到俄罗斯边境的人 才算获救了 该民族啊 总人口啊 应该是六十万上下 只逃到俄罗斯的 不过三四万人活了下来 这帮恶国孙子 红毛鬼子呀 他编的瞎话 就跟他看见了似的 还有一个人呢 是个台湾作家 这个人呢 他根本就不是历史学家 他无非啊 是个作家 您要是想吧 他跟金庸差不多是一样的 他还不如这个金庸啊 有社会影响力 他的书啊 您乍一看这名字啊 您还以为啊 写的是史书呢 实际不然 您得呀 当小说看 这本书里边啊 就把这个孝庭砸路的前半句话呀 改编的淋漓尽致 您看完了以后啊 什么乾隆啊 赵慧呀 清滚杂卜啊 以及前线的一些将领啊 那简直就是杀人的恶魔 所以说有人说 读书啊 得挑着读 得读那个好的 可您是说 我这截皮看不见人 您说对不对 不读完了 怎么知道他好坏呀 读归读 我们自己得有分相臭的能力 从这些文献当中啊 有一点我们是能明确的 诶这清军呢 确实没少杀人 可是还有一点也很重要 当时啊 就在这个墨西蒙古 爆发了非常严重的天花疫情 在刚才咱们举的这些文献当中啊 或多或少都提及了 实际上呢 在草原不爆发大规模的天花啊 它是有原因的 因为呀 人不在一起居住 四处放牧嘛 以家庭单位啊 游牧各方 互相很少接触呢 就不会互相感染 但是这一战乱完了 加速了天花病菌的传染 凑到一起呀 抱屯取暖 然后呢 就加快了天花的传染速度 这个病啊 没治 得胜之后就死 所以说呀 这也是加快恶鲁特灭亡的 一个重要原因 这接下来呀 重点就来了 在清征准杆的这场战役当中啊 到底有没有恶鲁特人 能落着好了的呢 我给您念念吧 这就是神秘的笑亭杂录当中的最后一句话 几乎没人引用 其次准一内乱 为杜尔伯特侧棱内附 始终无意志 其王侧棱 临终时 尊尊教导其子 报效天朝 百事 勿忘此得 顾其所得保全 至今无恙 世袭翻风云 其次则达什达瓦之妻 当阿逆初叛时 正毅力骚扰之际 独帅锁部官款来头 上敏其城 始居巴雷昆 后 袭热和编其人为兵 比资想一己 在这儿啊 笑亭杂录 揭示了两只厄鲁特 是被这个大清朝廷所优待的 其一啊 就是这个厄鲁特四汗当中的杜尔伯特部 他们的首领 策棱啊 一直对大清朝是忠心耿耿 这策棱死的时候啊 还不忘教育子孙 说呀 一定要不忘天恩以报效朝廷 所以说这大清朝廷也对得起他们 不但保了他们这个一族的周权 而且呀 他们这个头人的爵位还给世袭了 再有一波人呢 就是咱们介绍过 达石达瓦的媳妇 哎 他呢 在这个阿摩萨纳呀 叛乱的时候啊 哎 就归顺了这个大清 后来这一步众啊 就被迁徙到了热河 并且呀 编进了八旗 您现在看来呀 这不算什么 实际在清朝 这也是天大的荣誉 所以说呀 谁在跟您讲 这乾隆皇帝 哎 大清朝廷 包括呀 前线的赵惠等将军 把这个准干尔 韩国的人啊 通通斩杀 您呢 也甭跟他吵 您就想想啊 我今天给您掰着的这些史料就完了 得嘞 咱们这个清平准干尔啊 哎 还有一集 就基本上就要讲完了 怎么着 咱们也得说说那个始作俑者 阿摩萨纳不是 至于他的死活 咱们明天 接着聊